眼睛的转型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梦莉花交响乐团的指挥王子晨 今天呢要跟各位朋友介绍一张专辑 就是花之梦小提琴专辑 我也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这张专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演奏家 小提琴大師 蘇顯達 蘇教授 蘇老師也是我本意大的小提琴老師 他對我在音樂上 以及做音樂的那種態度 對我影響非常大 那我有一個很宏偉的這種夢想 就是希望大家聽到了我的音樂 可以聞得到花香 這是我一直以來 從一開始的一個構思 一直到最後我們錄製的過程當中完成 我是希望透露這樣的一個訊息 我手上拿的這把樂器 它名稱叫做Olivu Olivu是一個挪威的小提琴家 挪威的國寶小提琴家 他生前曾經使用過很長的一段時間的一把樂器 製作的那一年是1744年 1744年是世界上三大製作民琴家之一的 《光臨日的結束》 他生前的最後一把樂器 當然經過錄音的過程當中 我大部分的曲目是用這一把琴來錄製的 所以就可想而知 他的整個的聲音 穿透力或者是魂厚的這種感受 這個不是浪得虛名 那麼這個Bascai D'Azalo 的作者 他的年代比三大名琴還要來得老 那全世界呢 就是還流傳只有三把樂器 而這是其中一把還可以演奏的 所以我就突發起場 我跟紫誠老師講說 那我們何不兩把樂器都把它留下聲音來 就乾脆在最後的花絮當中 給所有的聽眾一個驚喜 同一首曲子《向日葵》 那麼有一個片段 是兩把樂器的聲音流傳下來 我覺得大概沒有人 一張專輯裡面有這樣的一種機緣 我們在專輯的整個設計 包括封面的這個毛筆字呢 也是請文藝大教授來寫的 包括花之風這三個字 是不是很有藝術性啊 然後裡面呢 專輯的色彩啊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啦 他的目錄 以及他的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很特別的 這是種子紙 好這裡面有種子 就是希望呢 我們在聽音樂的同時呢 也能夠為自己的心靈 及夢想 種下一個種子 那最後呢 很希望各位朋友 一定要來支持我們這張專輯喔 謝謝你 大師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